10月19日晚历时三个月的最美和声将迎来收官之战 除了谁是冠军张龙重机小外 节目组透露 总决赛将邀请到亚洲人气组和Super Junior M加盟 并担任开场嘉宾 10月17日晚最美和声在军举行发布会 四位导师和各自的学员以及主持人杨坤军盛装亮相 欢迎双修复场 欢迎小艺朋友欢迎小艺好 欢迎小艺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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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今天是超级帅的品格 来自开船天战 欢迎小艺好 欢迎小艺好 当天范伟琪依旧穿着10厘米的细高跟鞋亮相 看来与老公黑人的造人计划还未成功 近日好姐妹吴佩茨良静如戴死 纷纷传出怀孕的好消息 一直努力造人的范伟琪却一直没有消息 不知是否已经预知媒体会问怀孕于世 范伟琪的工作人员早早就通知媒体不能问有关怀孕的问题 当记者刚提出梁静如怀孕 主持人和工作人员就开始阻拦提问 不知心情是否受到影响范伟琪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说话连连出错 不过倒是调节了现场紧张气氛 连一向不爱说话的雨神肖敬腾都开始打气自己跟老天打好招呼了 最近一定不会下雨 我们四个老师会 真的几只眼睛 16次 我们四个老师 你算得太转了 为什么会有16个老师 你怎么知道 天气 最近 最近已经变天了 我们就先不提那个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